三十九,大公報 民陣與港獨邪教同流合污 2015年7月4日大公評論A 072論風生方正之民陣發起的七日遊行遭遇崩盤式慘敗 民陣雖然繼續報大數但卻只能報出48000人 但警方則估計只有約19000人 而天從民陣號召在維園集會的更只有區區6000人 如果以去年民陣自稱的51萬人計 今年遊行人數足足大跌九成 如果以反對派每年遊行3至5萬的基本盤支持者計算 也說明連反對派支持者都不願意出內遊行 為什麼七日遊行慘淡修成? 原因可以分析出很多 但綜合起來卻只有一條 就是反對派逆民意而行 一是逆主流民意期望普選特首 在立法會上否決了普選方案 二是逆主流民意希望止息政爭 最招經濟民生 以所謂重啟政改 特首下台為名 繼續煽動新一輪政治鬥爭 三是逆主流民意希望安居咬業 去年發動違法佔領 違法害港 倒香港米 就是這幾條罪 就足以要反對派票債票償 市民又怎會出來為反對派的七一遊行暫體 七一遊行慘敗固然是反對派救遊自取 但更令人睜目的是 反對派衛料拉台聲勢竟然招引港獨分子 及邪教組織法輪功來撐場 在遊行期間 有一批首次港英其次及香港獨立標語的 本土派示威者 公然宣揚港獨 並且一直走在民陣遊行的前列 港獨之後 又有一班法輪功人士打惡打鼓叫囂 山伯歪里邪說 而在遊行隊五人丁單薄之下 這兩獨組織更加觸目 並且引起了社會輿論以至一些反對派人士的反感 然而 事後民陣召集人陳倩仍仍仍在意狡辯 指民陣沒有港獨的想法 並對遊行中一批要求港獨的人一度佔據龍頭位置 表示遺憾云云 有反對派議員亦表明不認同港獨 但又認為是內地對港高壓政策認知 這些狡辯不過是企圖推卸責任 七一遊行的參與團體必須得到民陣拍板 港獨分子及邪教組織如果得不到民陣批准 怎可能跟行 恆大隊出發 不要忘記 港獨分子的隊伍正是跟在民主黨後面 如果民陣不准 民主黨不願 會作出這樣的康安排碼 至於法輪功這個邪教組織 近年更易成為反對派遊行的中堅 在遊行人數疏疏落落之下 角色更越來越重要 這些都說明 反對派及民陣是有意招人港獨 及邪教企圖來拉台聲勢 同流合污 然而 反對派此舉等於是自尋死路 不論是港獨或是邪教不但在香港只屬小眾 參與的都只是一班極端分子 而且這兩獨在香港根本沒有市場 法輪功在香港已成過街老鼠 港獨分子更是一班烏合之眾 諷刺的事 這兩股極端勢力竟然得到反對派的青睞 甚至將它們排在隊伍前列 說明反對派已經狗急跳牆 在否決普選方案之後 已經失去了主流民意 現在竟然將港獨或邪教時作救命稻草 只會令反對派死得更快 看來 反對派已經走入了死胡同 七一遊行證正式揭開了反對派走向衰亡的序幕